客户收到货第一步是先加油 加油的时候把这个螺丝给拆了四个螺丝 然后把这个盖子拿起来 又是在这个里面加100升左右的46毫压压油 第二步就是客户准备一节线 从这个地方连到我们的边缸器里面 连到我们从这个地方进去 然后接到380的地方 接到380 三根线接完了之后这是D线 这个N线是零线 接这个380 然后客户的厂里的电压不是208的吗 然后再从客户厂里的电源 再用一个线接到这三根线就OK了 然后我们机器就OK了 就这么简单 这边缸器的不用 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钥匙 这不是钥匙口吗 钥匙我们是绑在这个位置的 通完电之后看一下这个开关要旋转一下 旋转之后它是打开 按下去就是关闭就不通电了 这里有个开关需要旋转一下 然后那个脚踏开关上面有一个开关 然后脚踏开关上面这个旋钮也要旋转一下 按下去它就是断电 打开它就通电 然后这个是脚踏开关 脚踏开关上面的这个线 然后是连接到这个位置 然后它这里方有一个 对它这里方有根线看到没有 那在这里方有个缺口 缺口插的时候要注意要对 要对着里面呢 要对着里面呢 就是这个这个槽 这个有个卡槽看到没有 这个缺口 哎呀哈